還有就是ETF240 最近很多人喜歡問一下 Carrie說有貨 168元買入 看到都穿了168元 應不應該止蝕 我想ETF取態 我自己偏向比較中線 中長線一點 甚至可能是分家定去買會好一點的 當然啦 你說這隻ETF 因為電車相關 其實近期的電車股全部都不行的 所以它的ETF股價一定是要下的 但如果論跌幅或股價表現 相對於個別股份來說算穩 因為這好就好就發揮到一籃子的因素 所以我想在跌線裏面 風險相對ETF是比較輕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繼續以一個比較中線的心態 但我覺得如果你168元買 其實現在158元 其實不跟貨幣相差太遠 又不需要太急 馬上再加住或其他東西 我想慢慢去買 如果有機會是下低一些 例如去大概155以下這些位置的 你才輕輕再加多住 但是你也要預料一點 就是這一刻加多住 都不是馬上升著的了 可能都是要給多一段中長線的時間 但是始終新能源車 我覺得整個方向來說 其實是沒有太大改變的 只不過各位都說過 因為去年大部份有些都升得比較高 你今年回來 始終市場相對是好一點 市風又闊了一點 那些錢是分開一點點 形成他們股份方面 就有一點的回落 而且始終本身行業 都是面對著一些供應鏈的問題 所以短線會是反覆一點點 但是課中長線 我覺得又未必太有擔心 是 好 好